这一战我们来到了水都威尼斯 威尼斯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之一 眼前的威尼斯就像一幅大型的立体彩色画卷 一点一点地打开 缓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威尼斯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整个城市直接建造在海面上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都市 威尼斯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个城市 独特的生态环境 使威尼斯成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地方 建筑风格极为丰富 多样的造型与色彩把威尼斯装扮得极为浪漫 威尼斯加加门口都有码头 停靠着私家小船 就像我们加加有车道停着私家车一样 这也是威尼斯的一大特色 威尼斯有177条水道 401座桥梁 在威尼斯逛街 在威尼斯逛街 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 有水上巴士 水上滴士 还有传统的港德拉 眼前的这只白色 像私家游艇模样的小船 是威尼斯的水上滴士 后面那两个黑色的 有船夫滑的小船就是港德拉 在威尼斯最常用的公共交通 是水上巴士 样子很像香港的天心小轮 搭船的人很多 停站也很多 楼房之间几乎没有空间 很难想象 为什么这些楼房 不是建在平地上 而是建在水里呢 传说一千多年前 大约公元500年的时候 附近的居民为了逃避战乱 来到这里 他们发现这里的海湾沼泽地 是天然的保护屏障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逃难 来到这里 地方不够住了 需要建造一个新的城市 难以想象古人的智慧 居然把数以千计的木桩 敲入水底的海床泥浆 一个接一个的连在一起 直到木桩露出水面 再在上面搭建一个坚固的木平台 然后再往木平台上造房子 眼前这些房子的底部 就是这种结构 一座伟大的城市 就这么造出来了 这些房子的木桩露出水面 这些房子的木桩露出水面